何必一件爱心家族行 连三七年基板四星礼关怀华东 在那里面三年 在红包和社会国家赞助的礼品以外 今年有这些还要特别准备了喜榜间 让孩子卡这喜榜间 代表未来一篇公平 帮助四星礼的华东已经有七年了 发起这个华东的中华馆一晚 两千比标识 近前因为也将来稍微规模 但是不足相同丰富 也准备了省外补助金 要让孩子自己买的省外必须品 今年家族历价 又开始涉及了一座希望之间 要让四星礼卡出未来的公平路 四星礼卡一年一度都在我们八大家居家 比哥 正在那里面认真 本来二十几月 现在已经升到三十五月 秒杀啦 报名的人数秒杀啦 今天我们看我们的礼品也非常豐富 加上比哥的红包 这些孩子会比较高兴 我们也有拿到企长的福袋 还有管长的福袋 还有现在最夯的喵喵旺旺 总统府的董方的 这个网路上很抢手 这些大家的声明都要来送给我们的私亲人 希望我们的私亲人一斤年 可以过到龙年行大 家族役者黄庸碧标识 台湾社会的设定卡不少 但是让人最无法赢 受的就是孩子的困境 今年在这点来设计一座希望 今儿在这两个宿舍做的时候 都可以卡一下 想在未来一片公平 今年不知道第七年或第八年 我买了 不过我们第一年开始 每一年都有班 今年的班 每年同样一晚的班 今年有报名 有35个 今年因为大环境比较不好 所以赞助的单位 我们都没有主动去来邀请 都应该主动来报名 今天虽然环境不太好 不过我们的雷物 我们的红包 因为我们是没有减分 没有八折 很多孩子都很希望 今天青春过年 欢喜来领红包 我们也有准备 个人的红包 还有我们来留一圆 六岁一圆 穿的 穿很多 小的红包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说 敲响希望中走向未来路 希望说 这个外团可以让很多孩子 去感觉就说 很多人跟他关心 我们的筋子越卡 卡越大声 所以我们对我们的未来 就有希望 孩子排队贏不住 大包小包的各社部品 让他们拿到有些贼力 但是也能看到他们的笑容 对未来有更公平的希望 新中华新闻 李平红何必 彩虹报道 我们下期见